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碩片集,我是十四 这次我给大家带来了几条能够提升iPad绘画体验的小技巧 这些技巧不局限于软件的使用 更多的是一些自己总结出来的经验 老规矩,在视频开始之前请把支持两个字打在公屏上 接下来就开始吧 如何减少笔尖的磨损是大家一直以来最关心的几个问题之一 我的pencil笔尖是去年十月买来之后一直没有更换过的原装笔尖 到现在还保持着不错的状态 所以这里我介绍几个小方法可以减少磨损 第一个就是裸屏绘画 相较于类纸膜,屏幕的摩擦力要小很多 几乎不用考虑到笔尖会磨损 这时候就会有同学问,贴了类纸膜应该怎么办 我的方法是绘画时多转动笔尖,让它均匀受力 并且使用的时候尽量控制力度 这样就能有效的减少损耗 不知道大家通常使用三折壳绘画时使用的是什么样的角度呢 可能这样的比较多 但除此之外还有两种新的方式 第一种是用最小的锐角立起来 第二种是仅限于有护扣的三折壳 可以将护扣吸附到底部 接着将第一折反向放在护扣处 这样的角度会更高,使用起来也更稳固 大家应该都经历过长时间作画后的腰痠背痛吧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体验这款可以调节角度的iPad支架 基本上解决了肩颈痛的症状 这款支架的收纳槽部分很宽敞 即使带了保护壳也能放下 并且预留了充电槽 可以在充电时进行使用 支架本身是通过卡槽来进行固定的 在我几十个小时的使用下一直提供了很稳固的体验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可以通过评论区的连接进行购买哟 在绘画时通过Kindle的分屏 创建素材库的方式 能够大幅的提高效率 我们可以上滑Dock栏 长按Kindle的图标后打开分屏 点击加号 选择基本 再点击左下角的加号 创建一个空白页 然后我们通过顶部的加号导入多个图片后 就可以创建属于你的素材库了 这个方法不同于相册或者其他的app Kindle的可以在同个页面下显示多个素材 还可以通过放大缩小来查看细节 特别的方便 最后一个bonus tip 适用于有Mac设备的同学 如果想要将Mac里的图片导入Procreate时 大家通常使用的都是隔空投送 但使用handoff 也就是接力时会更方便 我们右键选择想要导入的图片 点击拷贝 接着在iPad上三纸下滑 选择粘贴就好了 是不是很方便呢 另外如果想要使用这个功能的话 需要在Mac和iPad上使用同一个App ID 登陆iCloud才可以哦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觉得有帮助的话 可以点赞三连加关注